好 我们继续要带你来看看 这是商业中刊的封面故事 这一集要跟大家来看看的是 大巨蛋经济学 你到大巨蛋去看过了没有 你到里头去逛过了 看球了 还是听了演唱会呢 大巨蛋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 但是在台湾呢 台湾的大巨蛋是一直被唱衰 然后终于盖好了 大家想说我就看你有多厉害 嘿 人家还真的很厉害耶 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讲 这32年的诅咒 但现在是不是一戏翻身啊 这个大巨蛋经济学会在台湾 怎么样上演呢 问问果真哥 对 我们其实看到大巨蛋 过去32年 大家都觉得说台湾人太少 然后太贵 大巨蛋养不起 可是过去的五个月来 开户以来 反而出现了一个现象是 他票越贵人越多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过去大概有办了几场重大的比赛 我们从亚锦赛的话 亚锦赛打破了台湾的进场的记录 然后甚至还创下一个记录是 连日本跟菲律宾的比赛 都有9000多人进场 去看球 再来是邀请日本的巨人队 来台湾一张票卖3880块 很贵吧 其实大联盟如果外野 我讲外野不是内野 平均票价大概2400块 那个天使队战绩比较烂的 贵了大概1万多块 那3880块代表 我们能够请得起 大联盟的球队来春训 那他总共有38000人进场 那中华职办开幕的时候 很有趣 他总共也打破了进场的记录 他还没有全部开放 他有28000人 而且票价卖1880块 也比过去还要贵一倍左右 又写下了新记录 那5天大联 中华职办5天在那边 就卖了1亿 过去可能要60天才能做到 那已经证明一件事情 原来台湾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世界级场馆 反而人人越多票卖越贵 大家喜欢看 那里面 所以大家愿意去消费 你以为它很贵 大家是花得起的 对 还有一个现象是大家没有看过 原来作为一个稀缺的资源 而且大巨蛋可以多功能使用 上周末打了两场比赛 两大金控台新跟中信 花了1000多万 把棒球场改成篮球场 所以你看到这张照片 是在大巨蛋打篮球 这是打篮球 对 你有去吗 一张票最贵卖4000块钱 却照样上演了什么 叫做爆满 所以两天来了 三万2000多人 平均一场就一万6000人 4000块的票 以及爆满都做得到了 所以他们就来讲说 我们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要证明 大巨蛋可以多功能用途 第二个我们邀请NBA巨星 来做软场或热身赛都可以 甚至有一天 不让James要退休 要准备 最后那一年如果来台湾打 我们也付得起钱 因为4000块都做得起了 以后怎么做不到呢 我也去查一下韩国 大股详品到齐队去 开幕热身赛的时候 其实票价也卖 2000多块台币而已 当然最贵16000多块 修修啦 我们就问了很多老板 老板说一百万包个包箱 看大股商品打球 花得起再贵也可以考虑 可是里面就有很多商机 在里面了 为什么金控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么贵的场地 还要租还要打完球 其实座位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因为很多的 很多的高端的客户 或高级的客户 VIP的客户 其实在透过这样比赛 你卖给他4000 你就知道他的兴趣 喜好 他的消费人力怎样 都掌握很清楚 金控可以拿来招待 他的VIP的贵宾 已经做了 那天厂编席 很多都是VIP的客户 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我就要讲 当然他已经被NBA淘汰了 金州勇士队 金州勇士队 他就本来是跟甲骨文租球场 那后来他自己跟大通银行 盖球场 那他掌握球场之后 他不是在做球场而已 做篮球比赛 他也办娱乐 跟很多的服务跟体验 他说了什么 我掌握每一次的体验 我就可以知道 这些球迷 甚至消费者 因为他不只是看球 他的喜好 他的兴趣 他的消费能力 我每次都掌握了非常 所以台北大巨蛋 我们看到右边这一页 就可以看到台北大巨蛋 其实在世界的排名 是很前面的 我们真的是有机会 去办这些顶级的比赛 那大巨蛋 其实一登场 其实也颠覆了 大家一个想象 本来很多人很酸民 很多讲 大巨蛋八年见证台北市的没落 当然东区 这真的是这样 东区就贤租率 所以我们把贤租率抓出来看 真的是断崖效果就出现了 其实去年九月 到大巨蛋开幕 马上就掉下来 闲置率创价三年来的新低 而且租金还涨了三成 甚至很多业者推出了 home run券 就是你有去大巨蛋消费 你可以登陆去抵一百块 结果发现 人真的易到复兴栏路 去买红豆饼 到光复栏路 越过了国富健典馆 去买韩国炸鸡 韩国炸鸡店 易出来 所以合作的厂商 其实越来越多 从四十几家变成现在一百五十家 大家都想合作 那大巨蛋经济 其实大家看到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现象 日本的大巨蛋 跟泰勒斯演唱会 其实我们不要小看 对一个城市可能发生的改变 日本大巨蛋一年有四百天 你觉得很奇怪 我在讲什么 一年不是三百六十五天吗 人家半夜可以租 所以你半夜怎么租 租两个小时 你只要揪五十个朋友 花五十万日币 你就可以租两个小时了 半夜 因为他白天做比赛 晚上也可以租给你 你可以打棒球 你当大鼓 我当祥品 你再找四十八个观众 我们俩自己在那边打球 找四十八个观众 一个人人均两千 四十八个观众 看我们俩打球 五十个人 五十人起租 其实才五十块 五十万日币 不是台币 人均两千块 你花得起 所以你知道吗 光看棒球 日本大巨蛋三百万人次 可是办了多元活动之后 他一年有四千万 这个效益有多大 我再来讲新加坡 为什么篮球场改 大巨蛋可以办篮球场 篮球比赛 可以办演唱会 这就很重要 新加坡今年独家 给泰勒斯一亿台币 一亿台币也很有 不是很多 独家东南亚 所以他的标榜 不是泰勒斯来新加坡 而是整个东南亚来新加坡 结果有186%的路径增加人数 468%饭店出租 所以他们的银行自己算 他收入84亿 增加了13倍 加所有的投资 所以大巨蛋经济学 其实是翻展一个城市 很好的工具 对 所以这个大巨蛋 你不要再看衰他了 人家接下来 哇 不得了了 让我们来好好期待一下 这个大巨蛋周边外溢的 经济效益 破十分市场